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射手作为脆皮输出位,越到后期越需要辅助的保护 而加罗作为现在比较强势的射手,商场率也是非常的高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几位加罗最爱的辅助 第一位,瑶 瑶作为新英雄经常被关小黑屋,再加上非常依赖队友 身边一旦没了队友很容易陷入危险中 但用瑶辅助加罗其实非常舒服 并不仅仅因为瑶带来的那一点护盾 而是他一技能可以帮加罗探草丛 附身后检测范围更是多加20%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证加罗的安全 第二位,孙病 孙病经常被叫做混子 在队友眼中,他更多的就是丢丢一技能 然后在二技能加速移动 后期关键时刻二技能能为队友重返不少血量呢 而加罗最害怕的是一些突脸强势的英雄 孙病的大招可以让敌人瞬间沉默 因为那些打一套连招带走的英雄非常克制 不仅加罗带不走 连招断了也很有可能陷入危险 第三位,项羽 项羽也是有着控制和位移的肉型辅助 以技能的冲撞可以将来突脸的刺客立马推开 同时还带着击飞控制 如果用项羽辅助加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项羽的推可以将敌人推开加罗身边 对于加罗来说 简直就是既有保护力还能辅助输出 其实玩加罗最重要的就是站位一定要靠后些 躲在大人后面疯狂输出就好了 会玩的加罗还是十分烦人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